他是苏联的缔造者之一 统治苏联长达39年 创造了属于苏联的奇迹 他就是斯大林 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是伟人的人 到底经历了怎么样坎坷的情路 斯大林的一生是波兰壮阔 一腔热血为了祖国 也曾经因为革命失败 多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 反而是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 成就了他的传奇人生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了 但是却以失败而告终 斯大林开始了逃亡生涯 为了躲开警察的追捕 只能是临时租房子住 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揭示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叶卡杰琳娜·斯瓦尼泽 通常被称为是卡托 这个格鲁加的女孩 是斯大林房东的女儿 上期曾经说过 斯大林身上有一种领导者的气质 很容易让人信服 而且很有女人缘 在遇见卡托之前 他曾经有过好几段的感情 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 感情都没有办法长久 卡托在斯大林的人生当中 是特别的存在 即使当时斯大林总要受到警察的追捕 时刻深陷险境 他也会想尽办法与卡托约会 两个人是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斯大林依旧是很忙 总是不着家 微柔的卡托每天为他担心 盼着他能够平安回家 没过多久 卡托就病倒了 等斯大林发现的时候 他的病情已就非常严重了 医生也无力回天 那一年 斯大林也只有29岁 因为痛失挚爱 让他很多年都孤身一人 直到16年之后 一个女孩让他有勇气 开始了第二段的回音 1903年斯大林在巴库水池中救下了一个两岁的溺水女孩 是好友家的孩子 十几年之后 纳杰日达长大成人 在18岁生日那一天 嫁给了自己心目当中的英雄斯大林 纳杰日达很有才华 也非常勇敢 婚后也成为了斯大林的贤内助 不仅是跟着丈夫上过战场 还当过列宁的秘书 到工业学院去学习化仙 努力的想要为国家做出贡献 当时的斯大林变得独断专行 纳杰日达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孩 对丈夫干涉太多很不满 后来纳杰日达患病 每次发病都是头痛难忍 比起更加暴躁 两个人的感情也在争吵中消耗殆尽了 1932年 苏联在庆祝10月革命15周年 克里姆林宫的宴会非常热闹 两个人却再次发生了争吵 没有想到纳杰日达回到家之后 一气之下用手枪自杀了 第二天被人发现的时候 早已经重为了冷冰冰的尸体 斯大林的两段婚姻都以妻子离世而告终 斯大林创造了苏联的奇迹 却一生情路坎坷 三分钟讲历史 轻松长知识 下期咱们来讲一讲 斯大林去世留下了哪些遗物 感谢您一路对彤彤的关注 评论区的每条留言 我都会用心回复的 我都会用心回复的